各位网民,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内地有一个很热的apps 叫做抖音 而抖音的母公司 也是打入了十大 即是胡润榜 八十后 白手兴家的排行榜 其中一位 估值也挺高 在讲抖音之前 我想讲一下 其实每一个朝代 都流行不同的东西 譬如唐朝流行写诗 花花草草 国仇家恨 飞琴走秀 全部都讲过了 就算你怎样写 都不过李伯 道普 诗先诗盛 你找不到 东西写得好 你自然会找另一样的东西去做 例如宋朝流行词 然后去到元朝 就流行一些戏曲 和将回小说 所以有水壶转 有 有那些红楼梦 之类 然后去到近代 就流行新诗 这些是一个一个朝代 现在流行什么呢 就是流行拍片 拍片拍得好不好看 或者拍一张照片好不好看 加上文字 如何去做呢 其实 大家在玩一个不同的战场 其实就是说 大家年轻的 年少的 就要跟别人不同 与众不同 那现在你说 那些年轻的 那些字写得差 或者他们不懂 那个文字 如何去写 或者去读 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因为 等于 我们 譬如以前 他们很 很着重书法 譬如以前 中文很着重书法 英文也很着重书法 但是自从有了打字机 就是可能 年轻的 不知道什么叫打字机 不是这些打字机的那些 是那些 就是 有个keyboard 然后 立刻打完 出信 以前没有电脑 就用用打字机 这样的时候 字体不需要靓 那么 中文就给它 之后 因为中文的 打字 因为它不是拼音字 所以是没有那么容易出现 所以 外国人写的字 变差了 出现的情形 是比香港 或者世界 比中国 比较早 现在 年轻的一辈 的字 是会变差了 我不是说他们不对 而是只不过大家 那个 专注点不同 譬如 举回我儿子为例 他有一天 跟我说 他说 妈妈 伊刚唱那只 荷里活 有间大酒店 很好听 我说儿子 那个不是叫伊刚 那个叫尹刚 第二 他跟我说 我很欣赏 王华的教练 拖单 他拖单全体 很厉害 我说 那个不是叫拖单 那个叫诗单 那么 其实就是这样 现在他们有很多文字 写 和讲 是有障碍的 这个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你看到这次的运动 好像在街上写很多字 你不知道他写什么 但是年轻人可能会明白 他记得一点 不记得一点 抖音是什么 抖音是一个15秒的视频 他配音乐 你可以加速减速 令到他很引人入圣 那么 上了年纪 就不知道他是什么 譬如40 为什么 因为40岁以上的 看抖音是只有1%多 大部分是20多岁以下 尤其是20岁以下 他会觉得很过瘾 其实等同以前 写新诗 写小说 一样 是一个流行性的东西 你说 他那个 商业模式在哪里 其实就是说 有了 人的注意的时候 自自然而 你就会去导入到一些 买卖 或者是 线上线下的东西 是从而去生产一些盈利 这些东西 等同十几年前 告诉你 Facebook 是什么 没人知道 但今时今日 原来大家都知道 原来Facebook 可能是一个channel 去做一个宣传 是一个互动式的推广 YouTube 可能是一个电视台 电视平台 让你们放一些不同的视频 去有不同的channel 一样 那这些东西 可能是你要过了一段时间 你会先知道 整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 今天想讲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拜拜